这是国产神剧狂飙导演徐济周早年执笔编写的一部悬疑推理剧 曾给无数观众留下过心理阴影 剧中总共讲述了十个涉及谋杀的案件 且每一个案件都极其离奇和诡异 无论是凶手的动机还是作案手法都让人不可思议 因众多小伙伴们的要求 天成近期将带大家考古国产悬疑推理剧《申童》 今天首先讲解其中的第一案《养老院之谜》 故事发生在2007年的京江市 我们的男女主角分别是京江市警局刑警队的 一男一女两名警员小江和李云 这天小江突然接到老同学毛娜的求助 毛娜目前在本市的小红山养老院当护士 她向小江讲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据毛娜所言 她所就职的小红山养老院最近发生了闹鬼事件 前年晚上毛娜在职业班时 听到养老院内一间上锁的仓库里传出响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毛娜装着胆子 透过仓库上的锁孔向里面张望 结果看到了极为害人的一幕 只见昏暗的仓库内 一个黑影正抱着一条惨白的人腿 这已经不是养老院第一次出现闹鬼事件 院里的很多老人都声称 曾在仓库里撞见过怪异现象 就在前段时间 一名临时工就透过仓库的锁孔 见到过类似的情景 吓得这名临时工第二天就辞职走人 此外 毛娜还向小江透露了养老院的牵制情况 原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小红山养老院所处的位置 目前已成为京江市的黄金地段 相关部门最近打算将养老院迁往郊区 并将现在的地皮卖给开发商 结果因为这场闹鬼事件 搞得很多开发商都不愿意接手这个项目 毛娜在撞鬼之后 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胆 这才特意跑来向当刑警的老同学小江求助 希望他能帮忙查清楚闹鬼事件的真相 小江当然不相信世上有鬼 他第一直觉就是有人在装神弄鬼 想要阻止养老院搬迁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搞鬼 第二天上午 小江和同事李云便赶到了小红山养老院 负责接待二人的是养老院里的马主任 马主任看上去是一位50多岁上下的中年妇女 神情中似乎透着一种刚烈和执着 小江和李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并没有提及闹鬼事件 只是谎称养老院附近近期发生了 好几起入室盗窃案件 所以两人专门过来问问情况 顺便提醒养老院注意安全防范 马主任向两名刑警 简单介绍了养老院的情况 并带着两人四处转了转 这家养老院修建于70多年前 因而房子都比较老旧 经常需要维修 毛娜提起的闹鬼仓库 其实只是一个位于三楼的普通房间 在经过这个房间时 小江故作好奇地表示 想要进去看看 马主任听了这话 脸色立即变得有些奇怪 他表示 这间仓库很早以前是院长的办公室 后来在遭遇了一场火灾后 就此闲置 如今被养老院 当成仓库堆放一些杂物 实在没什么参观价值 不过在小江的坚持下 马主任还是找来 负责保管钥匙的门卫老孙 让其打开了仓库的房门 小江和李云在仓库里转了一圈后 并未发现什么疑点 唯一让人有点意外的是 这间仓库有一扇侧门 连通着隔壁的房间 侧门已经被人用木板封死 而且看不出最近有人通过的痕迹 小江随后又提出 想要去隔壁房间看看 马主任闻言 脸色再次为之一变 不过他很快调整了情绪 让门卫老孙打开了隔壁的房门 谁知 旁边的李云刚走进房间 就随即吓晕了过去 原来这个房间里 四处摆放着各种瓶瓶罐罐 里面全是用福尔马林浸泡的人体器官 看上去特别圣人 等到李云从昏迷中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身在院长办公室里 身边除了同事小江外 还有一位50多岁的大叔 这位大叔就是养老院的院长老廖 廖院长出身于中医世家 针灸是其拿手绝活 刚才他就是用针灸 救醒了昏迷中的李云 李云倒也不是被人体器官吓晕 而是对福尔马林极度过敏 对于房间里的人体器官 廖院长解释称 这里在改建城养老院之前 曾是一所医学院的教学楼 仓库隔壁房间里泡着的人体器官 其实是医学院遗留在这里的实验标本 廖院长此前就催促了好几次 让医学院将这些玩意赶紧取走 但医学院坐实磨磨蹭蹭 至今仍未搬走这些标本 小江见廖院长为人和蔼 言辞又十分懇切 于是就旁敲侧阶地询问对方 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 廖院长听了这话 当即表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他还主动提起了养老院最近的闹鬼一事 在廖院长看来 闹鬼事件只是院里那些垂暮之年的老头老太太们 因为畏惧死亡而编出的自己吓唬自己的留言 见廖院长并没有将闹鬼之事放在心上 小江和李云只好准备告辞离开 此时李云注意到廖院长的桌子上 摆放着很多可爱的雕塑小人 便随口问了一句 哪里可以买到这些小人 廖院长告诉他 这些雕塑都是自己亲手用石膏捏成 外面根本买不到 见李云对雕塑小人十分喜欢 廖院长还热情地将其中一个送给他当成礼物 就在小江和李云准备离开养老院的时候 门卫老孙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两人 想要知道闹鬼事件的真相 可以去问问护士长甘红 看来老孙早就看出两名刑警此行的目的 不过由于甘红此时正在休假 小江和李云决定先去外面餐馆 吃了午餐再说 餐桌上 小江无意中发现 廖院长送给李云的雕塑小人上 刻着一串数字和字母 数字看上去是制作雕塑的日期 其中的三个字母CHT则意义不明 吃完午餐后 小江和李云决定分头行动 李云前往医学院确认人体器官 是不是他们留下的标本 小江则找到了正在休假的护士长甘红询问情况 甘红告诉小江 养老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所有人都尽量不要靠近 此前闹鬼的那间三楼仓库 尤其是在晚上 据说里面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随后甘红还领着小江 见到了自己的舅舅洪叔 洪叔死前也在养老院工作 后来因为在仓库里撞鬼 被吓到精神失常 至今卧床不起 小江尝试着 让洪叔描述一下鬼的样子 可精神恍惚的洪叔 一会儿说自己 见到的是身穿红裙的吊死鬼 一会儿又说自己 见到了跳舞的骷髅 毫无收获的小江 只得信信地回到了警局 此时李云已经确认 养老院仓库隔壁房间的人体器官 确实是医学院留在那里的标本 并无可疑之处 当天夜里天下起了暴雨 大约凌晨一点多钟时 正在警局职业班的小江 突然收到了一条毛纳的短信 短信内容似乎不太完整 只有五个字 我看到了 是 小江赶忙回播了毛纳的手机 但已无人接听 紧接着 他又收到了毛纳手机 发出的第二条短信 内容是 对不起 发错了 小江敏锐地觉察到 毛纳可能已经遭人挟持 由于手头还有一件重要的公物 需要处理 他只得让一起职业班的李云 立即前往养老院看看情况 尽管对小江的安排颇为不爽 但为了查案 李云还是独自驱车赶到了养老院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他没有走正门 而是翻墙进入院内 悄悄来到闹鬼的仓库门口 然后透过门上的锁孔向内张望 结果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屋内此时正有一名身穿雨衣 看不清面目的神秘人 用一根绳索将护士毛纳 吊死在了房梁上 李云急忙摸出配枪 准备破门而入 恰在热时 一道手电筒的光亮 从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照射过来 李云被突如其来的光亮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停止了动作 不过他很快辨认出 持手电筒的人正是养老院的马主任 马主任见到李云后 惊讶地询问出了什么事 但李云来不及理会对方 直接一脚踹开了仓库的房门 然而令他大感诧异的是 仓库里空无一人 刚才穿着雨衣的神秘人 以及被吊死的护士毛纳 全都凭空消失 完全懵逼的李云 出于刑警职业的本能 还是要求马主任 立即召集院内的所有人 以免凶手逃脱 谁知 马主任以养老院里的老人 大多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经不起车腾为由 断然拒绝了李云的要求 无奈之下 李云只好让马主任守在仓库 自己则四处寻找凶手和毛纳的踪迹 当他来到养老院的露天院子时 见到门卫老孙 正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风雨中 李云刚想开口 询问老孙为何在此 老孙就僵硬地用手指了指 李云身后的一棵大树 李云顺着老孙手指的方向转身望去 赫然见到毛纳的尸体 就挂在大树的树叉上 李云赶忙打电话 将毛纳的死讯告诉了小江 等到小江带人赶到养老院的时候 天色已经大亮 按照李云的亲眼所见 毛纳遇害的地点 应该是在闹鬼的仓库 但警方在仓库里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 仓库的门窗是繁琐状态 连通着隔壁标本室的侧门 仍被木板封死 也没有人通过的迹象 而且从李云透过锁孔目击凶案现场 开开房门进入仓库 期间只有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 凶手究竟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清理完命案现场 又将尸体带离密室 挂到屋外的大树上呢 满腹狐疑的小江 随后又仔细勘察了 与仓库相邻的标本室 发现标本室与仓库相连的侧门锁空里 卡着一小节电缆线 此外翻过标本室的窗户 就能爬上与之相邻的一栋矮楼的屋顶 屋顶的瓦片上有一些新的踩踏痕迹 而悬挂毛纳尸体的大树 就在矮楼的旁边 两者相距不过两三米远 小江句子推测 凶手应该先是将尸体 从仓库搬到了标本室 又通过标本室的窗户 将尸体搬到矮楼的屋顶 最后从矮楼屋顶 直接将尸体扔到了旁边的大树上 但问题是 凶手是如何不留痕迹地 将尸体从密闭的仓库 转运到隔壁的标本室里呢 小江对此百思不解 与此同时 法医给出了毛纳的尸检结果 出人意料的是 毛纳并不是吊死 而是被人活活掐死 另外 她的手机也不翼而飞 回到警局后 小江和李云调取了 养老院的相关资料 发现这所养老院 已不是第一次出事 早在16年前 就有一位名叫董萍的年轻女护士 在职业班时离奇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成了警方档案上的一桩悬案 由于两起案件 都发生在小红山养老院 加上 小江和李云都觉得 两起案件之间存在关联 刑警队长老范 最终决定将两起案件 并案调查 可董萍失踪案 发生在16年前 相关卷宗资料大多遗失 小江和李云商量之后 还是决定 先对养老院 现在的内部人员进行排查 从资料上来看 廖院长 马汝仁 以及一众护士 都没有太多可疑之处 倒是那位举止怪异的门卫老孙 看上去非常可疑 老孙原本是一名 收入丰厚的大学讲师 但不知为何 对方在多年前 主动辞去体面的工作 跑到养老院当了门卫 显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就在小江和李云 准备对门卫老孙展开调查时 两人接到了养老院打来的电话 原来 是死者毛娜的手机找到了 据说是被护士长甘宏 藏在了自己的宿舍里 小江和李云 随即将老孙和甘宏一同带回警局盘问 可甘宏坚称 自己跟命案无关 更不知道死者毛娜的手机 为何出现在自己的宿舍里 案发当晚 他调休在家休息 根本没有去过养老院 不过 由于是一人独居 他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证人 但其后 门卫老孙却给出了 跟甘宏口供相矛盾的证词 据老孙交代 案发当晚 他就和甘宏在一起 两人可以互为彼此的时间证人 原来 老孙和甘宏一直在偷偷交往 两人之所以没有公开恋情 主要是因为 当门卫的老孙 自觉配不上护士长甘宏 担心公布恋情 给对方带来负面影响 案发当晚 两人其实是在甘宏家里约会 老孙在结束约会 回到养老院时 刚好目睹了 挂在树上的毛纳尸体 此外 老孙还向小江和李云 坦承了自己到养老院 当门卫的原因 原来 16年前失踪的董平 就是老孙以前的未婚妻 两人在结婚前夕 董平突然不知所踪 老孙怀疑 未婚妻的失踪 跟小红山养老院有关 这才毅然辞去 大学讲师的工作 跑到养老院当门卫 只可惜 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查 老孙始终一无所获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渐渐变得有些灰心 并放弃了找寻真相 最近两年 老孙和护士长甘宏互生好感 两人目前也已发展到 谈婚论嫁的阶段 毛纳撞鬼事件发生后 老孙见小江和李云 到养老院摸底 于是主动向两名刑警提供线索 目的是希望警方 能重新调查董平失踪案 因为老孙隐约觉得 闹鬼事件似乎跟董平失踪 存在着某种关联 由于老孙和甘宏 可以互为不在场证明 小江和李云 只得将两人送回了养老院 并再次找到廖院长 询问当年董平失踪案的情况 没想到廖院长却告诉两名刑警 董平其实不是失踪 而是与人私奔 两年前 廖院长在外地旅游时 还在街上偶遇过董平 董平当时明确表示 自己当年是不喜欢未婚夫 所以才一走了之 至于毛纳遇害当晚 廖院长一直在自己宿舍里睡觉 不过因为她独身一人 也就没有明确的时间证人 从廖院长的证词来看 老孙应该误将未婚妻私奔 当成了失踪 换句话说 16年前的失踪案并不存在 在结束对廖院长的问询后 小江和李云离开了养老院 谁知第二天一大早 睡梦中的小江 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打电话的人是刑警队长老范 老范告诉小江 李云出事了 此时正躺在医院里 问讯后的小江 慌忙赶到医院探望 好在李云只是有一点轻微脑震荡 并无大碍 当天下午就可以出院 随后 小江从老饭口中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昨天晚上 小江和李云离开养老院之后 李云发现自己的钥匙落在了养老院里 于是便独自回头去拿钥匙 结果被马主任从背后打晕过去 幸好 廖院长及时发现 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将李云送到了医院 而马主任已经畏罪自杀 死前留有一封遗书 承认是自己杀害了茅娜 但对于杀人动机和作案手法 遗书中只字未提 小江总感觉 案件并没有这么简单 但一时之间也捋不出头绪 刑警队长老范见状 提议小江先去食堂用完午餐再说 下楼的时候 小江不小心跟一名 推着人体骨骼模型的女医生 撞了个满怀 没想到这么一撞 居然撞出了新线索 大喜过望的小江 连饭都不吃就直奔养老院 重新勘察案发现场 终于理清了全部案情 当天下午 在小江的请求下 刑警队长老范带人赶到养老院 准备抓捕真凶 在揭露凶手之前 小江还特意找来廖院长 让他透过仓库门上的锁孔 看向屋内 不明所以的廖院长 探头望向锁孔 结果看到了极为害人的一幕 他见到已经自杀的马主任 此时正冲着锁孔的方向 露出了一脸诡异的笑容 廖院长险些被这一幕吓死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小江已然推开了房门 仓库内竟然空无一人 根本没有马主任的踪迹 与此同时 打扮成马主任模样的李云 从隔壁的标本室里走了出来 小江随后当着众人的面 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其实发生闹鬼事件的地方 根本不是仓库 而是隔壁的标本室 凶手只是利用了一个小小的道具 施展了一个难以破解的张言法 这个道具就是医生 在对患者进行肠胃检查时 经常用到的医疗设备 内窥镜 简单来说 内窥镜有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监视器 插入管和摄像头 凶手先将监视器贴在了仓库门后的锁孔位置 接着将长长的插入管和摄像头 穿过侧门的锁孔 延伸到了隔壁的标本室里 这样一来 从仓库锁眼里见到的景象 其实都发生在标本室内 也就是说 案发当晚 李云见到凶手将死者毛纳 吊起来的地方 不是仓库 而是标本室 当时 马主任突然出现在走廊里 就是为了给标本室里的真凶打掩护 就在李云被马主任分神之际 真凶迅速拉动 穿过侧门锁孔的插入管 试图将道具回收 但由于监视器体积过大 无法穿过锁孔 因而被卡在了门上 不过 李云在踹开仓库门后 只顾着寻找凶手和毛纳的尸体 因而没能发现监视器的存在 事后 真凶又潜入仓库 剪断插入管 取走了监视器 却不小心留下了一段 卡在锁孔里的插入管 也就是小江此前发现的那段电缆线 而杀害毛纳的真凶不是别人 正是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廖院长 小江在此次前来养老院之前 就已经查到 养老院仓库闹鬼的传闻 最早就是从廖院长口中传出 并且 每当相关部门打算搬迁养老院时 院内闹鬼的留言就不禁而走 小江据此猜测 廖院长装神弄鬼的目的 就是阻止养老院搬迁 因为这里隐藏着对方曾经犯下的罪行 几天前 廖院长为了表现出自己的热情和大度 曾赠送给李云一个雕塑小人 雕塑小人上的字母CHT 其实是一组标注人体骨骼部位的拉丁文 这是小江今天在楼道里 撞上推着骨骼模型的女医生时 才发现的线索 此外 警局鉴定科已对雕塑小人的成分做了检测 发现里面除了石膏之外 还掺杂着人体骨骼特有的蛋白质 换句话说 廖院长是个彻头彻尾的变态狂 他一直在用人体骨骼制造雕塑小人 这些骨骼的主人 显然就是死在廖院长手里的冤魂 在听完小江的推理后 廖院长也就不再狡辩 他随后就像所有推理作品中的凶手一样 喋喋不休地坦白了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行 实际上 死在廖院长手里的人远不止毛纳一个 二十多年前 廖院长刚来这家养老院任职时 他的女友金金经常来他的办公室里约会 后来 廖院长发现 女友为了能够出国 竟勾搭上了一名老外 盛怒之下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跟女友爆发了激烈的口诀 并失手推倒女友 致其头部撞上墙壁 当场死亡 当时养老院正在维修改造 廖院长在慌乱之中 将女友的尸体藏进了办公室兴器的墙壁里 由于这座养老院的房屋太过老旧 差不多每隔五六年就要翻修一次 廖院长担心尸体在翻修时被人发现 就故意制造了一场火灾 借此搬离了办公室 同时开始散布闹鬼传闻 让所有人远离这间屋子 渐渐地 这里就成了无人光顾的废弃仓库 虽然暂时不必担心尸体被人发现 但终究不是长远之际 不久廖院长萌生了一个变态的想法 那就是一点点将女友的骨骼磨碎掺上石膏 做成雕塑小人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让女友常伴自己左右 还能彻底销毁尸骨 消除隐患 但廖院长做好的第一只雕塑小人 就被刚红的舅舅红书不小心摔碎 为了报复红书 廖院长又想到 用内窥镜扮鬼的方法吓唬对方 哪知红书心理素质实在太差 直接被吓成了精神失常 16年前 年轻的女护士董萍在打扫仓库时 无意中发现了金晶的一部分脚骨 不明就里的董萍 第一时间将脚骨交给了廖院长 并提醒对方报警 结果遭到了廖院长的灭口 之后 董萍也和金晶一样 尸骨成了廖院长的雕塑材料 在得知警方重新调查董萍失踪案之后 廖院长又谎称自己两年前见过董萍 差点误导了小江和李云的判断 廖院长这些的罪行自始至终被一个人看在眼里 这个人就是马主任 但恋爱脑的马主任一直痴恋着廖院长 他不仅没有主动报警 还自愿充当了凶手的帮凶 掐死毛娜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廖院长 而是马主任 毛娜遇害当晚发现了廖院长装神弄鬼的秘密 就在他准备发短信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小江时 遭到了马主任的袭击 马主任杀完人后 廖院长利用内窥镜布置了一个诡异的命案现场 试图以此干扰警方的调查方向 毛娜的手机自然也是马主任 故意扔在护士长甘红的宿舍里 想要以此栽赃假货 昨晚 李云在返回养老院寻找钥匙时 马主任以为李云发现了真相 于是从背后袭击了他 并又要打算杀人灭口 他的这一举动彻底吓坏了廖院长 廖院长虽然是个老变态 但他从未想过对警察下手 所以他阻止了马主任的疯狂行径 哪知 马主任为了证明自己深爱着廖院长 竟然选择了上吊自杀 还留了一封遗书 担下了所有罪行 这就是这起养老院迷案的全部真相 在交代完自己的罪行之后 廖院长倒也痛快 直接咬舌自尽 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申童》是一部争议极大的推理剧集 因为它跟《少年包青天》一样 里面每一个案件的核心轨迹 都借鉴了日本推理作品中的创意 《少年包青天》参照的作品还比较多 而《申童》基本是在 金田一少年事件部一直养上薅毛 因而受到的诟病远多于前者 当然 尽管创意来自他人 但《申童》和《少年包青天》的本土化 做得都比较成功 剧情编排的逻辑也相当缜密 因而两部剧的评分都不低 也都不失为一部观赏性颇佳的悬疑作品 我们今天也只是试讲一期深童 如果小伙伴们还想听完其中的其他九个案件 不妨给我们留言 我们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和犯罪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